觀眾朋友 今天選舉公平關注組 我們三位代表就來探望郭君耀議員 對於今天上午發生這麼冷血的恐怖襲擊 我們表示強烈的憤怒 亦是譴責 我們認為暴徒這樣的襲擊是非常冷血 剛才我們進去時 何議員的太太和親友在病房裏面 何議員在三點半的時候要送去做手術 現在手術正在進行中 何太告訴我 我知他的傷口大概有這麼寬 心度大概這麼寬 若莫 在利器插進去左胸的時候 幸好有胸骨頂住 否則心臟就會直接受傷了 幸好這個最不幸的情況並沒有發生 何太告訴我 何議員很精神 都是不幸中之大行 對於這次這麼嚴重的恐怖襲擊 我們認為這個說明香港持續了五個多月的暴亂 事實上是未解決 而且暴力的程度是越來越升溫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認為特區政府 要麼就必須要加大力度去止暴制亂 真是制止我這場暴亂 要麼就要想辦法去確保這個選舉安全進行 我們留意到何議員今早在做競選活動 而在競選活動期間 被有預謀 有計劃 蓄意的襲擊 大家看到 這個行動是拿命的 是相當殘暴的 如果這種黑色暴力還不解決 我是非常擔心 在1.12.4之前 還會有多少宗這樣的血腥慘案發生 再者 1.12.4當日 政府如何確保選舉可以有安全的環境 無論候選人也好 助選團也好 去投票的市民也好 都可以安全地進行這個投票活動呢 現在 這兩個問題 我希望特區政府 尤其是行政長官 絕對不能迴避 我們留意到 現在政制事務局 以及選舉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對於1.12.4之前 和1.12.4當日 只得一招 就說 如果當日投不到票 就延遲到12月1日 只此而已 我認為這樣是解決不了問題 我現在請我們的小組 關注公平選舉 關注組的秘書長 副教授 讀一讀我們的聲明 然後我再補充大家想問的問題